凯吉回来了 从变脸 空中监狱 惊天动地60秒 国家藏风靡全球的尼克拉斯凯吉 Nicolas Gage 在2021年旋风扮玩字 婚礼接着宣告自己破产 目前的他正在拍摄一 关于吸血鬼的黑色喜剧片雷菲尔Ranfield 而他在片中演的德古拉一角片场照 近期终于曝光 尼克拉 凯吉这位同时包办经典神片 跟烂片的《秦男子7》的一系列作品 似乎有回升的趋势 这次加入色喜剧雷菲尔饰演的德古拉 身为凯吉脑粉的编辑非常推荐 大家去看一下这部片 绝对会被急逗得乐呵呵 表情都有够到位 雷菲尔在讲述 古拉伯爵在他的心腹仆人雷菲尔 因为坠入爱 而离开他身边的故事 再度扮演吸血鬼的凯吉 大家都非常好奇他这次在中德古拉的扮相 经在外媒曝光的片场照中 大家终于也能一窥凯 的吸血鬼造型 让所有期待凯吉的网友们惊喜 呼这造型在凯吉身上看来没有违和 其实讲到 血鬼 凯吉跟吸血鬼真的很有缘 过去在eBay上有出过一张1870年代田纳西州男子的照片 看起来非常 斯尼可拉斯凯吉 一时之间美国全网都在流传 即是不老吸血鬼这件事 雷菲尔目前已经定当 2023年4月14日在北美上映 希望我们未来也有会可以 到凯吉在大荧幕上再度扮演吸血鬼 请不吝点赞 订阅